爱心觉罗,宰丰,中国的最后一个摄政王,儿子溥仪当上皇帝的时候只有三岁,宰丰就成了摄政王,这一年宰丰只有25岁,却成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实际掌权者,宰丰只用了三年,就把大清彻底搞垮了。 1883年2月12日,北京纯亲王府里喜气洋洋,纯亲王一轩迎来了他的第五个儿子,当时他不会想到,他的这个儿子将成为大清的掘墓人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宰丰的家族在大清是一个显赫的家族,毕竟他家出了四个皇帝。 道光皇帝是他爷爷,同志皇帝是他堂哥,光绪是他义母哥哥,而他的儿子溥仪则是大清的最后一个皇帝,1889年,七岁的宰丰就被封为奉恩镇国公,1891年,他在父亲去世后就继承了纯亲王王位,宰丰的生活一直波澜不惊,他在王府里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,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,他大概率会以一个闲散王爷的身份出现在史书上,1901年,对于宰丰是一个转折者, 在这一年,他开始慢慢地走上政治舞台,义和团运动中,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。 1901年的新丑条约的第一条,就是要求清廷派亲王去德国当面道歉,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宰丰的头上,1901年7月12日,宰丰由北京动身经上海,香港最终抵达德国,在德国,宰丰看到了德国国力强盛,而且最重要的是德国皇室权力很大, 而对比之下,彼时大清皇室已经衰微,大权旁落,皇族出身的宰丰,对德国非常羡慕,他还特地询问接待他的威廉,亨利亲王怎么治国,对方的回答是欲使皇室强盛,必先集中兵权,欲使国家富强,必须重视武备。 这一句话深深地刻在了宰丰的心里,这一次德国之行也将改变了宰丰的人生,1908年,光绪和慈禧前后脚去世,溥仪继承大统,作为皇帝的父亲,25岁的宰丰,成了摄政王,皇帝三岁,实际上,宰丰就是这个帝国的皇帝, 宰丰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,在他看来,这是属于皇室的荣耀之火,当上摄政王的那一刻,宰丰是雄心勃勃的,他想到了先祖的荣光,200多年前摄政王多尔滚带兵入关,定督北京,开创大清统一全国260多年的基业,宰丰要成为下一个多尔滚,重新让大清这个腐朽的帝国重新辉煌。 宰丰始终记得那一年,德国人告诉他的要抓兵权,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抓兵权,宰丰的对手是袁世凯,彼时的袁世凯手握军权,其北洋军中士兵大多只知袁公保,不知朝廷,帝国最精锐的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袁世凯的手里,首席军纪大臣义序也是教员拿金钱喂饱了的人,完全听员支配宰丰上台时,清廷赋予了他诸多大权,自处置赏发,军国正式到聘使力盟, 核战大计,皆由摄政王一手裁定,宰丰一道御址,让袁世凯凯回击养科,顺便解除了一切职务,原本宰丰想杀掉袁世凯,关键时刻他犹豫了,而这一次的富人之人,宰丰将在三年之后品尝到苦果,搞掉了袁世凯,宰丰开始大力抓军权,1908年年底,宰丰设立禁卫军,宰丰的七弟宰韬做禁卫军总负责人,台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弊是禁卫军第一邪统领,1909年春, 宰丰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,下设巡洋,长江两大舰队,海军大臣是宰丰的六弟宰巡,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振兵靠边站。 几个月后,四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,四岁的孩子怎么当大元帅,当然是摄政王代位执行了,宰丰还新设了一个部门,叫军资府,这个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总参谋部,这个部门的最高长官还是他的七弟宰韬,也就是说这个时候,宰丰和他几个弟弟已经把大清最高军事指挥权抓到了手里, 但是他们都是一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啊,而且其他高层职位都是满清贵族担任,皇亲国妻们把持了帝国的军队系统,宰丰以为这样军队就会听皇室的了。 但是他忽视了一个问题,虽然军队上面的头头脑脑已经被洗得差不多了,但是军队上中下层还是袁世凯的人啊,只要袁世凯没死,只要袁世凯有一天回来了,这些人还是以袁世凯马首是瞻啊,而且宰丰,你把高层职位都给了皇族, 那就是摆明了不信任汉人嘛,那下面的汉人军官的上升通道是不是给堵死了呢? 宰丰表面上控制了军队,实际上他让军队寒心了,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反而下降了,这一点上宰丰还是小学生,得要向袁世凯多多学习。 搞完了军队,宰丰的第二步就是把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,加强中央集权,清朝末年以来,中央权威越来越弱,地方都府势力越来越大, 一些外国人笑我18省为18,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加强中央集权是很有必要的,另外,加强中央集权也有助于推动宪政运动,如果宪政真的在那个时候落实, 也许清朝真的可以多续命几十年,宰丰的出发点是对的,但是他具体的做法则是错误的,结果就是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,反而导致宪政运动的夭折。 也最终导致清廷的父王,宰丰错在哪里,简单来说,就是任人为亲,优柔寡断,他重用的人都是和他一样年轻的皇室勋贵,但是这些人里除了宰泽、扇齐等人,其他都是涉事未深,没有什么实际行政经验,乃至不学无数的顽固子弟,就连宰丰自己也是出上政坛,经验很浅,全凭自己理想化形式。 终用亲信之外,宰丰还接连打压一击,对于一个刚上台的年轻人来说,这属实操之过急了,教员说过,要把敌人搞得少少的,把朋友搞得多多的,宰丰恰恰相反。 他是把朋友搞得少少的,敌人搞得多多的,这样一来,朝中一干老臣也和宰丰视如水火,处处和宰丰作对,让宰丰的政策推行不利,国势越发艰难,宰丰此举还让官僚立宪派力量大损, 使得人们对宰丰是否立宪产生怀疑,当时为了改变中国的脊弱肌贫,社会上总的来说有两种声音,一种是效法西方实行君主立宪,一种是走彻底的革命,推翻清政府,实行共和,前者其实还是要为清王朝续命的,而后者则是要及大清的命,比时君主立宪呼声较高。 如果宰丰对时局稍有认知,就知道应该把握住君主立宪派,尽快推行立宪运动,可宰丰上台后任人围亲,搞出皇族内阁时,立宪派对他大为失望,立宪派发现宰丰的极权政策与自己的愿望不相符合时,特别是双方就开国会期限问题产生激烈争论,而宰丰采取高压手段时,他们十分失望,纷纷放弃君主立宪主张,转而支持民主革命, 载风自己把盟友变成敌人,典型的作死,保禄运动里,载风严厉镇压,逼得立宪派把光绪的牌位摆出来,焚香祷告。 载风怒不可遏,历令指昏,竟向示威的立宪派开枪,这一下是才彻底让立宪派死心了,张鹏源在《立宪派与辛亥革命》中所说,立宪派人求和平的改革不成,复受当时笼罩全同革命气氛的影响,除了转向同情革命,似乎没有更加的选择除此, 载风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,载风这个小集团里面也是派系林立,居然有七党之多,当时的御史史胡思靖在《国文备胜》写道,载巡,御朗为一党,载涛,梁碧为一党,肃亲王善旗,剧名正部。 领天下警政为一党,道光帝的长曾孙普伦,殷杰议员为一党,龙玉太后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,再则,以其妻是龙玉之妹,可思传龙玉言语,携制载风,他把持财政大权,出任杜之部大臣为一党,载风附近颇通贿赂,联络母族为一党,各派为了权力互相决斗,导致正出多门,这一点让载风始料未及,同时他也束手无策,满清这些亲王, 贝勒们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,围绕权力地在分配,展开明争暗斗,使得清廷中央政府的威信不断下跌,这内耗最终也让革命的洪流,把清廷淹没。 载风搞到这里,其实已经无力回天了,王朝的崩塌,只是等待那一根导火线而已,武昌一声炮响,清廷的生命进入了倒数,载风此时才发现,此前掌握军权,不过是一个假象,帝国最精锐的北洋军,他根本指挥不动, 他不得不放出了袁世凯这头暗藏野心的毒蛇,很快时局一日千里,载风不得不以皇帝的名义下最挤诏,几个月后,载风辞去了摄政之位,回到王府,过起了有殊真富贵,无视小神仙的日子,清廷灭亡后,载风过得很低调,每每改朝换代。 他都低调行事,不出头不挑事,似乎要主动躲藏到时代的阴影里,溥仪后来做了日本人的傀儡,想接他去东北,他拒绝了,一帮满清姨老姨少搞满猛独立,他也不参与,1949年,新中国成立,载风立即把淳王府捐出去,开始办小学,后来,载风就一直过着自己的小日子,一直到1951年平静的去世,怎么评价载风, 戏谑一点的说法,他就是大清的头号内鬼,大清的局目人,正经一点的说法则是,载风没有能力,却坐上了大清实际控制人的位置,处事操之过急。 任人为亲,优柔寡断,最终彻底断送了清廷的命述,载风其人不能说完全不学无术,在当时的年轻贵族里,他是少数几个愿意睁眼看世界的人,出于维护自身阶级利益需要,他愿意去做一些事,去改变王朝的命运, 只不过载风他志大才疏,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,他看不透那许多复杂的纷纷扰扰,最终只能和大清一起前后脚,走入历史的尘埃之中,他欲视优柔寡断,人都说他忠厚,实则忠厚,即无用之别民,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,内庭当差,谨慎小心,这是他的长处。 他做一个成平时代的王爵尚可,若仰仗,他来主持国政,应付事变,则决难胜任,载风的后半生,却可以用十大体来概括,用周总理的说法来说,则是载风在辛亥革命爆发后,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, 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,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训位,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,客观上有利于革命,载风他在日伟的统治下,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有,坚持不去东北,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。 在这件事情上,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,政治胆识和魄力,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历史,有时候真的很有趣,冥冥之中总有轮回,大清新于摄政王,王也王于摄政王,1917年,义匡去世,按照惯例,他的家人要求溥仪给他上嗜好,谁知溥仪却假意要给他取谬丑优历之类极不光彩的事法,义匡的家人连忙求情,在这场不大不小的闹剧之后, 溥仪勉强同意,给了义匡一个秘字嗜好,秘,追捕前过也,这已经是清代亲王中最差的嗜好了,足见在溥仪心中。 义匡对清朝覆灭之罪,有多么不能饶恕,溥仪甚至当面痛骂义匡,说他收了袁世凯的钱,怂恿太后让国,大清江山就是败在你义匡一个人手里,其实,作为义老义少,溥仪并不会对义匡怀有多少责怪之意,他恨义匡,更多是因为自己沦为普通人, 失去了皇位带来的荣耀与尊严,对于溥仪而言,义匡就是他心中难以磨灭的刺,每每想起,那份恨意便在难平息,历史就是这样,到了关键时刻,总有人需要站出来做出选择,慈禧太后选择了权力,义匡选择了利益。 政局因此步入了无法收拾的境地,而他们最后的选择,也让这个王朝就此灰飞烟灭,苍茫历史长河,容不下太多假设,我们不妨客观审视,甚至表示一定同情,但义老义少终究难逃失去家国的伤痛,这已经烙印在他们余生的记忆,历史并不需要责怪,他只需要选择,而选择了什么。 他们终究要承担后果,清朝的覆灭涉及众多因素,对于该怪谁这个问题,没有一个单一而确定的答案,慈禧太后,作为清朝统治者之一,的确在清朝末期扮演了重要抉择。 他的强势和决断,以及在政局中的多次介入,对清朝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他的政策和处理方式,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,都成为清朝走向灭亡的一个因素。 在抗日战争时期,他的儿子溥仪被日本人扶持,做了为满洲国的皇帝,但是他始终拒绝去为满洲国任职,他只想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而已。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,因为他的王府比较大,所以有许多人就想租住他的王府,载丰因为在报纸上看到,学校的房屋,政府是不允许被人强行借战的。 于是,载丰就将王府内的空房改建成了一所学校,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来,其实,载丰是一个聪明人,在新中国成立后,载丰知道政府办公需要房屋,而且有许多单位都觉得他的纯金王府不错,于是载丰下定决心将他的王府出售。